尘封千年的豪华木葬 三个未成年的幼童 奢华的陪葬品 这一切诉说着一千七百年前 一个王子高贵的夭折 离其诡异的考古现场 揭开了一个没落王朝的皇室碑歌 古墓小心阳 看索八线栏目即将播出 2003年4月30日 山东省林仪市王羲之故居的扩建工程 正在紧张的时工 工人们在对大雄宝殿的东佩殿地基进行挖掘 趁工作的建计 几个人凑在一起闲聊 有人将手中的工具随意地支在地方 钢签竟然在这个工人的脚下 戳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 考古专家随即介入 一个掩埋于地下的巨大秘密 即将重建天宇 尘封千年的豪华墓葬 安葬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 极尽奢华的陪葬品 诉说着一千七百年前一个王子高贵的夭者 一起诡异的考古发现 揭开了一个没落王朝的皇室飞歌 接到工地传来的报告 考古专家赶到施工现场 凭借多年的经验 专家从暴露出来的土层判断 这是一个古代墓葬 一场抢救性发掘立即展开 在王羲之故居内发现的古墓 是否会和传奇色彩浓郁的王氏家族有关呢 王羲之出生于近代的狼牙郡 也就是今天古墓出现的山东邻仪一代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 被后世称为书圣 他所创作的行书《兰亭集序》 被称为古今第一行书 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 由于家族文化的传承 王氏一门大多擅长书法 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也是一位著名书法家 成就几乎可与父亲齐名 被世人并称二王 如果这个墓葬属于王氏家族 那么墓中极有可能会藏有 王氏家族成员的书法真迹 那无疑将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作为东晋第一大豪门 王氏家族的墓葬还从未被发现并证实过 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家族 在漫长的历史中只给后人留下了 无尽的传说与想象 封闭了一千多年的石门尚未打开 关于墓中情形的猜测 已经令所有人兴奋不已 人们在清理墓门前面的空地时 发现了一些红色的印记 这一发现令在场的考古专家立即警觉起来 因为这些人为涂抹的红色印记 很可能预示着这个墓葬有着更加复杂的绅士 根据太平预览记载 用铁矿红粉涂地是天子陵墓的规格 王羲之出生的王氏家族 在东晋时期虽然属于显赫的名门望族 但是并没有权利享受皇室墓葬规格 看来王氏家族并非这个墓葬的主人 这可有着红粉涂地的高规格墓葬 到底属于什么人呢 带着这个巨大的疑惑 考古专家指挥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厚重的石门 假如墓葬没有被盗墓贼破坏过 那么所有的谜团也许将在石门开启之后大白于天下 古墓为地下砖器建筑 分左右两室都是长方形 统形炫顶开启石门 进入墓室 丹墓室东西横宽3.8米 南北纵长4.6米 高3.4米 墓葬使用的青砖是由金土烧制而成 建筑成型后 砖器的表面还进行过细细的打磨 这也再次证明墓主人有着非比寻常的身份地位 这个墓分成东西两个室 这两室墓大部分就是前后室 就跟我们现在家里住房一样 前室后 前面是客厅 后面是居室 没有把床搁到客厅里去的 一般的 墓葬一下 前面是前室的散共的 比如共江祭祀的 后面是比如夫妻 两个棺材搁在后面的 或者一根的棺材也搁在后面 这个墓挺怪的 让专家们好奇不已的是 放置陪葬品的墓室地面并不平坦 而是从墓室边缘开始 向墓室中心弧面融起 呈现出龟背状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墓葬地面处理方式 把墓室地面做成中间凸起 四周落下的龟背状 是要把棺果和陪葬品放在凸面顶端 避免墓室渗水的影响 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形势 进一步证明了专家死前的判断 墓主人毕竟是举足轻重的皇族成员 随后的发现让专家们睁大了眼睛 厚厚的尘土掩盖下 陪葬的气氛发出隐约的金色光芒 这让大家激动不已 这些随葬品是否会透露出 关于墓葬主人的秘密呢 随着墓葬内击沉的清理 随葬品开始一点点露出了本来面目 考古人员共清理出 二百五十多件各种陪葬品 有金器 玉器 铜器 漆器等 就是在这些漆器上 专家发现了大康七年 大康八年 十年 三个纪年 古代泰与大时常通命 泰康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延的年号 墓主人与这位两晋时期的开国皇帝 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发现墓葬的山东灵仪一带 古称狼牙 泰康元年 也就是公元二八零年 西晋皇帝司马延 分封他的叔叔为狼牙王 此后在整个西晋时期 这一只皇室成员 一直生活在灵仪一带 专家分析 墓葬的主人 必定与狼牙王有关 让专家感到兴奋的是 被封狼牙王的这一只司马氏皇族 命运与同样生活在灵仪的 王羲之家族息息相关 王氏在历史记载 和司马氏两家的关系 在这个时期 西晋末年 东晋初年 是非常紧密的 不管是从他们私人里 谈不到私人私教 从政治上来说 从各方面来说 公元317年 就在西晋王朝 被来自于北方的少数民族 攻灭的一年之后 天安临沿的狼牙王 司马瑞 在王氏家族的忽悠下 渡过长江 在今天的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 王羲之的祖父王岛 就是辅助司马瑞登上皇位的东晋第一宰相 因为王氏家族在东晋政治中的巨大影响 王家的庞大势力 几乎可以与东晋皇室平起平坐 当时在民间 曾经流传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因为一般古代来说 他的家族墓地和在家族里住的地方 离地不会太远 不能说张家村的墓买到离家村去 这郡本来就不大王氏家族和在兰阿郡子和司马氏家族 应该说故居也不会太远 墓地也不会太远 由此可见 早在司马瑞任狼牙王时期 皇族司马氏和王氏家族不仅关系密切 在地理位置上也非常接近 今天重新扩建后的王妻之故居 也许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规模 把原本司马氏家族的家族墓葬也涵盖在内了 种种的证据都将墓主人指向了皇族司马氏 那么墓室当中到底埋葬的是这一家族的谁呢 随着墓室一点点被清理出来 接下来的发现 却让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遭遇到了他们考古生涯中最为奇特诡异的景象 2003年5月8日 墓室外围的陪葬品已经清理完毕 考古专家准备打开东西两个墓室当中的棺墓 此时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接踵而来 墓葬的主人变得更加神秘而离奇 专家在西侧墓室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棺果 一具幼儿的骸骨奇迹般的保存完好 棺墓长2.3米 宽0.6米 东西巷横置于墓门口 专家推测 棺墓最初放置在龟背地面的顶端 数千年千墓室内的积水使棺墓飘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棺内的幼儿骨架头东脚西 身材纤细矮小 从骨骼判断 幼儿的头骨上右侧门尺乳牙已落 横牙尚未完全长出 专家由此判断 幼儿正处于患牙的阶段 年龄顶多在五六岁的样子 在这个幼儿骨骼四周 有大大小小的陪葬品 依稀残存的头发上还插着两枚金簪 头发呀指甲呀保存得还挺好 证明可能当时是死了以后埋葬的 不是二十四葬 所以二十四葬什么呢 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然后把那个挖出来 把骨头拿过来埋到这里去 那就是二十四葬 叫千丈 这看来不是 就是他死了以后就给他埋在这了 不然他在其他地方死了 埋了 崩车埋了几年了 就埋了几个月呢 你的骨头都没法取了 头肺都乱了 也拿不起来了 这都保存的证明 他死了以后给他修的木埋下来的 在幼儿骸骨的胸部 清理出四十三颗金珠子 这些穿起来 应该是佩戴在幼儿脖子上的金项链 在这个幼儿骸骨的左右手腕上 各带一副金手镯 手镯附近落着几个金灵的 在死者交叠的双手上 共发现有十一枚金纸环 胸前放着金子和煤金石雕刻的小动物 用于穿线佩戴 此外还有翠珠 带钩 带扣等等 仅仅身上佩戴的饰品就已经极尽奢华 可以说这个五六岁就夭折了的儿童 享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厚爱 他是皇族司马仕的子嗣吗 那另一侧的墓室里埋葬的又会是谁呢 来的一个大的封都底下 或者是母子关系 或者是父子关系 或者是夫妻关系 到了近代大部分是夫妻关系 陈锋千年的豪华墓葬 安葬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 极尽奢华的陪葬品 诉说着一千七百年前一个王子高贵的夭折 离其诡异的考古发现 揭开了一个没落王朝的皇室飞歌 考古队员打开乡邻的东侧墓室 让人震惊不已的是 东墓室里竟然是更小的两具墓官 一具东西横置于墓门口 另一具斜置于墓室西北角 两棺阶长1.2米 宽0.4米 棺墓里面两具幼儿遗骸 大的不过两岁 小的是个不足周岁的婴儿 按常理推测 三个幼儿不可能同时病死 而墓室中又没有发现第二次下葬的痕迹 显然三个人是同时下葬的 那么这些极有可能是源自于一次极不寻常的事故 在风雨飘摇的两进 皇室权力的转移往往是通过宫廷政变实现的 两进的多数皇帝都没有善中 不是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就是因荒淫无度而早亡 甚至超过三十岁的都是少数 但是即便如此 三个不到十岁的皇子同时夭折 仍然令人无法解释 由于骨骼太过细小 一千多年来腐化严重 动物室里的两个幼儿只能隐约看出人情 幼儿遗孩的手腕上也都带有金镯 周围有各式精美的陪葬器 在这个规模庞大建筑考究的牧室中 埋葬的竟然只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牧室和棺木中还拥有如此众多的陪葬品 这在考古上是前所未闻的 这让专家进一步推断 牧主人必定是两季时期皇族司马氏的后裔 那么在三个年幼的死者中 到底哪一位才是牧主人呢 在挖掘过程中 西室中的随葬品明显比东室多 而且更为精致贵重 这件胡人骑兽灯台 是一件既可盛水又可插蜡烛的多用途使用器 一个深目高鼻的胡人骑在神兽背上 上身穿短衫 下身穿花阁长裤 一手揪瘦脚 一手直芭蕉扇 目视前方 气度威严 最吸引人的是那顶近似夸张的高帽 胡人骑的神兽 怒目张口 圆体短腿 应该是一只具有汉文化特色的雄狮 这件文物制作巧妙 绝非寻常人家可以使用的器具 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更奇怪的是 这是一件具有明显月瑶风格的经词 月瑶在今天的浙江一带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瑞 离开临沂后建都南京 难道这是来自于他的赏赐? 另外 西式死者身上佩戴的皇帝 黄金制品远多于东室两个死者所配总术 很显然 西牧室中那个五六岁的儿童 应该是这个墓葬中最重要的人物 他很可能就是狼牙王司马氏的皇室成员 那么 他到底是位小公主还是小王子呢? 由于死者年龄过小 骨骼发育不完全 医学专家无法从骸骨准确判断三人的性别 更多的疑问依然困扰着大家 是什么造成三个孩子同时央折 他们经历了怎样令人恐怖的不同寻常的遭遇? 东牧室中的两个幼童和西牧室中的牧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从发掘开始到现在 原本指望打开石门就能破解的遗云 不仅没有消散 反而因为三个幼童的出现而越加的匪夷所思 奢华的陵墓和大批珍宝 陪葬的却是夭折的幼童 离奇的墓葬背后 隐藏着1700年前 那个古老的西晋皇室 怎样的秘密呢? 三具幼儿骸骨礼 西牧师当中的那个年龄最大 看得出正在换牙 他的左色门牙 乳牙脱落 横牙还未全部长出 由此 专家推测他的年龄在五六岁左右 正常来说 儿童死亡 不到一定年龄 连入障都不能入 他集中啊 年龄不弄 不到一定年龄 不能进你的祖坟 过去叫什么叫瓮罐障 什么叫瓮呢? 就是你打了一罐子 古代人叫瓮陶瓮 然后小孩小 死了把罐子里搁 然后埋到自己后花园里去 或者埋到自己地里就完了 都不入坟地 中国古代 死者不满八岁 被称为无福之伤 按理死后之以瓦关装裂 埋在园内就算了 不能按成人之理埋葬 但这座墓葬不但规整 而且有着丰富而精美的陪葬品 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小可 古墓中没有二次下葬的痕迹 也就是说 这里的三个孩子是同时下葬的 由此专家推测 三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墓主人 而其他两个则是给这位皇室王子陪葬的 真相是否如此呢 从东西两间墓室的格局来看 这明显是一座双墓式的合葬墓 在中国古代的三藏习俗中 只有夫妻才能合葬 在汉代 汉晋时期大约16岁都可以了 女孩子都可以结婚 但这三个人都 家内其都不够16岁 这让专家想起一种 古异的古老习俗 明昏 父母为还没有成年就死去的孩子 找一个已死的异姓合婚 两家因此而成为庆家 俗称杰阴金 这种风俗由来已久 但早在周代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排斥 已经被明明禁止 尽管如此 这种婚俗仍然在民间偷偷沿袭下来 魏晋时期 曹操的爱子曹冲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曹冲称相的这一位神童 死的时候才12岁 曹操哀痛不已 不顾旁人的反对 下聘已死的真小姐 作为曹冲的妻子 举行了明昏 明昏账了 明昏账了有 很早就有 因为你人 我就说视死如生 只要你期望自己 比如什么叫圆满 来说一个人的圆满就要出生 长大 成人 成人以后再结婚 生儿育女 就完成你自己作为社会的责任 这就是完满了 死后也是一样 你不能让他孤零零一个人走 这样的话就有名 尘尘千年的豪华木葬 安葬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 极尽奢华的陪葬品 诉说着一千七百年前 一个王子高贵的夭者 离其诡异的考古发现 揭开了一个没落王朝的皇室悲歌 父母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夫妻名分 从而有权享受成年人的丧礼待遇 而不是用陶瓮草草装炼尸骨 不是一般人家 而且举行那么大的 修了那么规模那么大的 木里放了那么多东西 专家推测 这座诡异大墓的主人 很可能是司马家族夭折的王子 年幼的他通过冥婚 取得了如此厚葬的权利 那么这三个幼儿当中 到底哪个是小王子 哪个又是他冥婚的鬼新娘呢 显然这个墓 应该是个夫妻荷草墓 夫妻荷草墓呢 东边就是 如果是男的话 是丈夫的话 西门就是妻子 但是我们假定东边是 是是是是丈夫的话 不能两个丈夫啊 在西牧室的一个角落 专家发现了随葬的三把铁刀 专家猜测 西牧室中埋葬的可能是男性 他会不会就是夭折的王子呢 此时有专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西市里的尸骨纤细矮小 发掘时有金镯子 金指环仍套在上肢骨和手指骨上 更有金鸡和金簪插在残存头发上 显然应该是个女孩 在太平预览中 专家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黄太子纳妃有金串两双 由此专家推测 西市中五六岁的幼童是个女孩 而金串也就是金镯子 很可能是小小心娘 嫁给王子成为王妃的实物证明 太平预览中含有这样的记载 女孩幼年时出嫁 必须佩戴金鸡 西市女孩投插金鸡 是以成人礼婚嫁的实物证明 而仍然套在女童手指骨上的 十一枚金指环 更是成婚时才有的信物 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 女孩葬在了西侧墓室 那么小王妃为什么会有本该男子使用的兵器呢 在记书中有明确记载 妇女可以佩戴兵器 这让陪葬武器的疑惑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在刚刚打开墓室时 由于西侧墓室的陪葬品不仅数量多 而且精美异常 曾经考古专家以为这位正在换牙的五岁孩子 才是牧师主人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穿金带银的小姑娘 不过是司马皇族为夭折的儿子娶的明亲 这位娃娃鬼新娘到底有着怎样神秘的背景 竟能拥有比两个皇室王子还多的陪葬品 婚姻不单单是一个一般社会性的 生理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尤其在古代在高层社会更是政治性的 给他儿子做明婚的时候 选的对象也应该是政治性的婚姻 不会选一个不管找谁 只要刚子了那不少 得找个大家闺秀和他相秤的 门当户对的 因此这女孩子家里都不是一般家 应该说和皇帝 皇帝认为至少认为他怎么说呢 和他是差不多的 小小心娘 想必有着足以媲美皇室的显赫身世 虽然他再也没有机会 在掉了门牙的位置上 长出他人生中的第一颗横尺 但却像个真正的王妃一样 拥有皇室丰厚的聘礼 和父母倾囊而出的陪嫁 古代社会给女儿嫁妆多少 表示你家里地位高低 因此他宁可自己儿子结婚未必给的那么多 他得给女儿的给特别多 跟谁结婚 你跟皇帝的儿子结婚去 尽管这种结婚是明婚 象征性的象征性才要表现出她的身份 因此我估计可能给了不少东西 皇帝呢 作为他的儿子媳妇 虽然是作为跟他儿子做明婚 他也要拦着皇后的 或者拦着皇后这种规格呀 去给他随葬东西 古人誓死如生的美好愿望 能否让这个只有五岁的小小新年 有一个幸福的归宿呢 东西两个王子中 谁才是他真正的夫君呢 专家希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 找到蛛丝马迹 公元317年 东晋泰国皇帝司马瑞定都南京后 封自己的儿子做了狼牙王 但是不曾想 这个只有18岁的儿子 于封王的那年就死了 于是只能由孙子司马安国继承了爵位 但不曾想 这个还未满一岁的狼牙王 也于四年死掉了 按规定 分封的诸侯王死后 必须埋在封地 专家推测 夭折的狼牙王司马安国 应该就葬在今天的灵谊 几个月后 皇帝最心爱的小儿子司马焕身患重病 为了给他冲洗 皇帝封他做了新的狼牙王 谁曾想受封的那天 这位狼牙王司马焕就重病而亡 此时不满两岁 冲洗是中国一个文化传统 包括现在能冲洗 所以比如他遇到一些 比如生病或者一些不顺当的事 要办出喜事 喜事改变一下气氛 其实才一两岁 你疯什么枉 枣子了 是吧 这样没想到 这没封好 这次没冲好 其他儿子给冲没了 东牧室中的两句幼儿诗骸 与记书中记载的 司马焕与司马安国极为吻合 而且两位短命的狼牙王 死亡时间前后不过停这月 专家推测 东牧室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古代可能有多细致 你一个墓里 比如我们说南京的这个动物墓 一个叫南京上坊 一个动物墓前几年挖的 一个墓里头 中间一个棺材男性 还有三个棺材女性 没有一个棺材男性 一个棺材女性 两个棺材男性 这个好像跟中国的传统不太一致 尘封千年的豪华墓葬 安葬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 极尽奢华的陪葬品 诉说着1700年前 一个王子高贵的夭者 离其诡异的考古发现 揭开了一个墨洛王朝的皇室 飞歌 尘封千年的豪华墓葬 安葬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 极尽奢华的陪葬品 诉说着1700年前 一个王子高贵的夭者 离其诡异的考古发现 揭开了一个没落王朝的皇室 飞歌 叔侄俩同葬一幕 即使是在平常人家 也是极不寻常的事 更何况还是皇室贵族 出现这种不合礼仪的事情背后 有怎样的原因呢 两位先后夭折的王子中 谁才是这场冥婚中的小心郎呢 据晋书记载 皇帝司马瑞特别钟爱儿子司马焕 在其死后不但营造陵园 而且为他娶了姻亲 此事引起了陈属的不满 有大臣上书指出 建造陵墓要花费狼牙国一年的国库收入 实在是太浪费了 批评着就是司马焕的墓葬 那么冥婚的对象是谁的呢 谁有资格跟他结婚呢 我想可能在当年的狼牙军里 只有王氏家族了 因为能够和皇帝的儿子做冥婚的话 肯定是个大家闺秀 这个大家正如我刚才说的 可能在狼牙军没有比王家再大的大家了 那的话最理想的大家和他联姻的冥婚 就是王氏 建文中还提到 开始时只是在山林上草草安葬了司马安国 后来才把他迁到了小叔叔司马焕的旁边 将不同辈分的两人埋葬在一起 实在不合理 那么皇帝司马瑞坚持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孙子为什么搁离到 我想孙子可能已经给入葬了 考虑到孤狐伶龄的孙子又不能进他墓地 不能进皇室墓地 干脆跟着他叔叔一块找到完了 陪着他叔叔 就这么过程 专家的规论揭开了三个儿童骸骨的关系 东墓室中是两个夭折的王子 司马焕和他的侄子司马安国 而西墓室中的女孩 则是司马焕娶的明婚 要不把那女孩子跟他那儿子 皇帝儿子一块搁着一个墓室 要不搁俩屎 让人家打通了 进一个门 也不通 又不能打通了 因为这边是苏哥俩 那边是皇帝给他儿子做的明婚的夫人 但是又要做明婚 只能埋在一个坟头底下 里头弄俩木石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以前没见过的 我们可以想象 晋元帝司马瑞 在自己的儿孙接连夭折的打击下 激进崩溃的边缘 这个软弱的皇帝 朝政大事自己无法做主 但在如何安葬自己的爱子这件事上 他决定不顾臣子的激烈反对 坚持为夭折的王子司马焕 娶了名亲 并为他修建了豪华的名牧 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死后不再寂寞 他将原本驳葬的孙子与儿子 葬在了同一牧室之中 这个牧呢 作成那么大规模的 也是很少发现的 因此当时 那年发现的时候 也评为当时的全国十大靠谱发现 今天发生在一千七百年前的皇室风云 已经消散 只剩下离奇的墓葬 让我们得以窥见 那个乱世中不寻常的一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